您好,这里是张联视野 昨天川普总统在接受记者访谈的时候 已经明确宣布将对中共进行终极制裁 而且不会像之前打贸易战那样一步一步的制裁 今天什么两千亿,明天什么五百亿 不会吧 因为川普总统已经明确表示 不会像下跳棋那样一跳一跳一步一步的来了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制裁有可能是断绝中国美中之间的贸易往来 断绝美中之间的人员往来 或者激进于断绝 比如说下令所有中国商品进入美国 必须要缴纳百分之百的关税 这样就使得中共商品无力可图 再也赚不到美元 而且关于在人员方面 有可能重申五十年代美国的法律 禁止一切共产党员进入美国 这也就意味着所有具有中共官方背景的人 都不能再进入美国 因为美国长期以来 就是说勇忍了大量的共产党员和间谍进入美国 而五十年代的法律非常明确 就是说共产党员与纳粹分子都是罪犯 都是现行罪犯 不能够进入美国 我相信川普总统已经掌握了中共武汉病毒实验室 制造这个人工合成新冠病毒 然后这个罪恶 还有它掩盖早期的传播 导致全球受害 再有一个问题 现在是一个比较悬案 就是说现在五眼联盟 还没有确认中共是故意放毒 我认为是故意放毒 我一开始就认为它是故意放毒 不是无意泄露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有了轻的强大的依据 那就是这款病毒呢 对中国人甚至跟中国人相近的东亚人种 包括这个澳门 香港 台湾 日本 韩国 通通都没有 还有蒙古 都没有造成太大的危害 但是呢 它却给欧洲 给美国 给万里之遥的欧洲和美国 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可以说它的危害程度呢 超过了对东亚人口的 至少说目前看来十倍以上的这个危害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呢 就已经涉嫌放毒了 因为呢 根据这个以前的披露的资料呢 中共已经掌握了大量的新冠病毒 可能目前释放出来的这一款呢 对西方构成最大的这个危害 习近平是一个极其疯狂危险的家伙 所以说他放出了这种病毒 我相信最终所有这些证据都会确凿 因为最近呢 网上都在传呢 这个中共的这个批示实验室 已有人逃到西方 而且我相信在那个地方工作的1500人 总有很多人呢 会有机会逃出来 而且特别是其中有一些高干子弟 他们拥有特殊身份 而且呢 一旦大势已去 他们就会逃走 而且呢 中共 还有中共的这个高官 或者说重要人员呢 基本上也都是一些变色龙 他们的一般狡兔山窟 都掌握收集大量的这个重要的证据 为的是将来有朝一日 他们逃到西方以后呢 能够得到良好的对待 也就是说呢 中共这些大大小小的头目 表面上看起来 道貌安然的是爱国者 但其实呢 都是爱国贼 他们平时呢 挖中共国的墙角 拼命的贪污受贿 也就是说呢 猛烈的这个 为自己磨砺损害这个国家 关键时刻呢 他们就会彻底 与这个国家为敌 成为这个国家的叛徒 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而且呢 川普的这番讲话呢 已经产生了巨大的效果 因为港股呢 刚刚打跌 一千点就是恒生之说 实际上 香港的商人非常敏锐 港股的这个猛烈下跌呢 令金融界感觉得非常困惑 因为最近香港 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情 就是说香港的形势比较平稳 疫情比较平稳 经济也比较平稳 为什么会突然 打跌一千点呢 很简单 我认为呢 就是因为看到了 这个川普的讲话 和美国国务卿 汤佩奥的讲话 香港的投资商 意味知道 中共大事已去 香港大事也已经去了 也就是说呢 随着这个美国欧洲 对中共采取严厉的终极制裁措施 那么香港作为一个中间上 作为一个买办经济体 已经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所以呢 肯定会迅速的这个衰落 所以香港经济的这个也忠告 基本上已经 也就是说呢 已经不可避免的要崩溃 我估计呢 港股呢 还会进一步下跌 因为中共呢 目前正在放这个五一场价 一旦开始以后呢 中共的股票 中国的股票呢 肯定会一落前仗 而且呢 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恢复了 即便中共拼命脱市 而且中共脱市的空间 已经越来越小了 因为中共呢 现在呢 它已经印出了太多的人民币 它也得考虑到 就是不能让人民币 过于快速的贬值 还有一个重要的消息呢 就是说呢 这个粮票已经回到中国 在中国稍微年龄大一点的人 都能够回忆到粮票 我记得粮票一直使用到 八十年代 大概中期 也就是说 以前的中国人呢 你要想吃上饭呢 你除了付钱呢 还要付粮票 没有粮票 你吃不上饭 这是一种很残酷的制度 也就是说呢 它用这个制度呢 限制了中国农民不能进城 因为中国农民 你一旦进城以后呢 你没有粮票 中国农民是普遍没有粮票的 没有粮票 你进城以后呢 你就得挨饿 因为你买不到食物 所以那时候的中国农民 如果要是进城去探亲 防游呢 都是试选 做好很多馒头 然后用一个麻袋 或者小布袋 给它背着 背在肩膀上 一路上 不管是一个星期 还是两个礼拜 可怜的中国农民呢 只能就是随便喝一点 附近沟里的脏水 然后呢 吃一块干瘪的馒头 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 中国人农民旅行 实际上工人旅行 也是这个样子 因为工人呢 那时候的粮票呢 只能在本地使用 这一点我比较清楚 因为我那时候呢 到北京去上学的时候呢 我可以拿到全国粮票 它有这个全国粮票 有省粮票 有市粮票 就是说呢 你的工人一般说 中国一般居民的粮票 都是当地粮票 你不能离开当地 你离开当地以后呢 你就吃不上饭 就按照中共的政策 所以呢 中共对人民呢 实行的是一种 深口盆管理制度 它就是说呢 用粮票这种有利的手段 就把大部分中国人 像韭菜一样 固定在一个地盘里 就是中共指定的 那个深口盆 或者那个韭菜地里面 不许乱跑 这个粮票呢 我仔细看了一下 来自新疆 新疆移宁市 尽管这个票 印发的下面 有一些冠冕堂皇的 为人民服务的说明 说啊 是为了鼓励消费 粮食 那个需要你鼓励消费 对不对 粮食一个人一天 能够吃八两 还是吃一斤 不会因为你鼓励 就能吃两斤或者三斤 也不会说 因为你饿制 就只能吃二两 或者三两 因为能吃的这个粮食呢 都是有限的 这种鼓励呢 就跟中共的这个 为人民服务一样 它实际上是一种骗局 它表面上就像 每一个地方都写着 人民法院 但实际上呢 它不是服务人民的 而是损害人民的 中国的每一个机关里面 都会写着为人民服务 但实际上 它是真正的前台词呢 都是为了危害人民 同样 这个粮票也是这样 就是共产党呢 它无论干什么事情 都要当表着立牌坊 表面上一套暗局 另一套 所以说呢 千万不可相信 共产党的嘴上说的 还要看它实际上做的 最后一条消息呢 就是关于越南呢 彻底废除了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 其实就是一种 更赤裸裸的 牲口囤制度 全世界没有什么 这个户籍制度 在世界上 虽然从古代 这个犹太国开始 一直到现在的美国 都只有一种 出生制度 也就是说 你出生在什么地方 你在你将来的政界上 写明 登记一下就完事了 至于 你在什么地方生活 你到什么地方生活 你完全有权利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呢 我曾经到德克萨斯州 在对华援助协会 那个地方住过几天 然后呢 那个 那个谢阳先生 谢阳律师的那个夫人呢 就帮我联络 说你要在这住 我就可以带你去申请房了 为什么 我说 我说随便来了 一个外地人都可以申请吗 他说任何人都申请啊 都可以申请啊 于是他就带我 差一点就办了那个手续 后来我决定离开那个地方 因为在那个地方呢 我当时申请呢 患有很多慢性病 都是在中国监狱里累积的 我希望能够得到好好治疗 我估计在这个 那个地方治疗非常困难 主要是语言翻译上 真的很多困难 所以呢 我就到了纽约 再说呢 我以前呢 二十年前呢 曾经在纽约生活过一年 也很怀念那座城市 那个世界上最庞大 最繁华的城市 所以 我就没有申请当地的联组房 这就是意味着什么呢 在美国 你任何时候 你可以到一个 任意你喜欢的城市 或者美国首都华盛顿 你去申请一份 这个生活费用 当然我迄今为止 实际上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很困难 但我没有向美国政府 申请一分钱的食品券 我也没有申请 一分钱的现金补助 因为我觉得呢 有着很多人的支持 我完全能够活下去 而且呢 我有时候还可以打点联工 所以说呢 在那些四月里面 我终于渡过了这个难关 但是呢 他给我一个启示 就是说呢 美国真的不需要你任何 什么原籍证明啊 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 什么都不需要 但是呢 我们知道在中国 那个户籍制度 那个户口本 就像一个深口盆的 那个本子一样 它牢牢地限制住了 你每一个人 为什么呢 你哪怕半个护照 你要回原籍 哪怕你身份证丢了 你要回原籍补办 哪怕你 无论什么事情 你都要你回到 你户口所在地去办 而且呢 中共随时呢 可以宣布 你必须每个人 都要回到原籍 因为在中共看来呢 中国人跟韭菜 跟牲口一样 韭菜要待在 自己的韭菜地里 牲口要回到 自己的牲口盆里面 中国户籍制度呢 是人类最黑暗的 惯例制度 它显示了中国人 没有任何做人的权利 而越南呢 终于果断地放弃了 来自学子中国的 这个户籍制度 说明呢 它开始呢 向人类 这个文明 向文明人类呢 进了一步 所以呢 我祝贺越南 我曾经到这个国家 旅行过几天 这个国家呢 对这个国家的 这个感觉呢 不是太好 因为这个国家呢 有很多我喜欢的东西 比如说法国面包 遍布街头 价格便宜 里面谁敢夹上 两块牛肉 或者猪肉 烤肉 吃起来香饭笨的 也就是说 几块钱人民币 就可以吃一顿饭 还有越南的这个咖啡 非常好喝 越南是这个小咖啡 是世界上非常有名的 在全球第二咖啡产量 而且呢 越南的花草香水 也是大名顶顶 你随便花一点钱 就可以买一瓶香水 喷上 是世界上最便宜的 越南还有一些美好的贡献 但是呢 我当时就发现了 越南所有美好的一切 都来自法国和美国 而越南所有糟糕的一切呢 都是来自中国 这是当时我在越南旅行的发现 现在看来呢 这个中国户籍制度 这个户籍制度呢 肯定是来自中国的 现在越南呢 果断地把它废除了 而且呢 这些年一直在传来消息 说越南呢 向西方学习 因为越南人终究意识到了 只有靠拢西方 回到西方 他们才有前途 才能够进入文明人类的序列 好 谢谢您的收看 也计判了 这些年轻人 也计判了 这些年轻人